MING PAO TORONTO 从德国出发 经过了荷兰 比利时 又回到了荷兰和德国 这一次的行程 也终于要接近尾声 视频开始之前 希望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想看到 更多关于旅行的视频 希望你关注我 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在这次坐船去荷兰的视频中 我们这一次将逛一逛比利时第二大城市 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是一座非常值得过周末旅行的城市 作为这个国家第二大城市 无论是文化艺术 还是美食人文 这座城市都不会让你感到无聊 安特卫普 位于斯海尔德河的入海口 在这里还有城市之内最古老的建筑 而城市名字的起源 一种说法是解释为土丘之上的意思 城市的市场是这里的中心 从这里你可以步行到达市区之内的重要景点 在广场之上 你也可以看到城市名字的第二个来源的猜测 在15世纪有一个传说 一位英雄切下了恶魔的手 并将他投入了海中 在弗兰登语中 把手扔出去的这句话 与安特卫普发音基本相同 作为城市之子的大画家卢本斯 时至今日被称为 已经融入到安特卫普当地人的血液之中 所以卢本斯的故居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早早成名的卢本斯 当时还在这里生活的时候 就吸引了大批的朝圣者 在故居博物馆之内 除了收藏大师的作品之外 也还收藏了当时 卢本斯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 当时卢本斯与他的妻子和孩子 工作并且生活在这里 和他的学生以及住所 在他宏伟的工作室里做画 在这里 他一边与朋友们进行哲学探讨 一边漫步于宏伟的花园 除了应接不暇的艺术品之外 房子本身也让我们揭示了真正的卢本斯 这座被他自己称为斯德尔德河畔的宫殿 大部分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所以在参观的时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感觉自己是绘画大师的客人 想来这里参观的小伙伴需要注意 开幕75年之久的卢本斯博物馆 经营着一个大型工作室 会说集中语言 收集艺术品 设计自己的房子 作为外交官游历欧洲 并对科学有很大的兴趣 卢本斯是一个全能型的人 安特卫普有着非常多著名的博物馆 其中有一些在2011年被搬入到了这个现代的马斯博物馆之内 在8层的建筑之内你可以了解到安特卫普的历史 而第10层的观景层则是免费向大众开放的 在运河里航行迎面吹来微风 这一次的运河之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再次回到德国准备开始新一周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探索的心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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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